欢迎加入不分系 大部分人其实还是都没有听过不分系 很困惑 我说这个要干嘛 或是那我说你不会去读原本的系就好了 这样工作不是很难找吗 成大毕业生吴和林 毕业证书写着 全校不分系学士学位学成 只有瓜浩附助心理专长 意思就是他在众多科系当中 选修比较多的心理系科目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拿到心理系的学士学位 今年我确实是前面也面试了很多家 就是不同的公司 年纪比较高一点的 高年龄层的一些企业主 他们对于不分系 其实没有这么明确的了解 产业界对大学不分系很陌生 吴和林求职过程不断面对同样的质疑 不分系是什么 然后你们会学到些什么东西 然后会对那个我们的一些 一定会对专业有所疑惑 说我们的专题是我们的毕业证书吗 大学时所做的专题 毕业之后找的工作 甚至在假日当导览之工 都跟环境议题息息相关 希望我们未来是可以有干净的水和卫生的 你知道他有做一些跟环境有序 那个相关的东西 我知道他对于这一方面的议题 他也在意 就是说他会关心社会 吴和林在毕业三个月后 找到了他的博乐 主管的确看中他的专题表现 以及他对未来方向的掌握 而这些并不属于任何一项特定科目 被局限的人 我比较喜欢用佛家语 叫业障这个字眼来形容 本业的障碍 那如果没有本业的障碍 那你会更开阔 不分系毕业典礼 站得最前面笑得最开心的人 是陈梦莲 原本也该是不分系毕业生 但是他却在大肆开学时 就从不分系转到心理系 很多人都说 你多自律你就会多自由 然后不分系就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 所以如果不是一个够自律 或是够有自己的想法的人 会比原本在一个既有的科技里面 还更彷徨 然后就是我 不分系自由到让陈梦莲觉得恐慌 但他不后悔曾经就读不分系 我出去不会是觉得不分系不好 所以我才出去 我是因为觉得我因为进入不分系 有这些尝试不同学科 不同经历的机会 让我觉得我有勇气再出去 做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的事情 为了提早在职场上卡位 陈梦莲保留极少的学分数 技术性严弊 以大五的学生身份在大公司实习 因为他透过学长姐的例子 毕业之前就看到了求职困境 就是看不出来这个学位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要找个行销人才 那我会直接刷履历 是收关键字 管理 没有管理这两个字 都不要 我倒建议说希望在教育界这边 可能要多多去推广 让大家了解不分系 到底是在学些什么 即使大家都觉得不分系 会比较隆导 是因为大家好像觉得 我一定要身上挂着某一个东西 我才能够去跟他讲 我具有这种专业 可是我一直觉得 未来的人才应该是属于 我今天让你去做一件事情 你有能力把它达成 对我而言就是人才 这个就是能力的呈现 学界朝跨领域 培养未来人才 产业界的脚步 是否也该跟着开放 如此未来学历 才能真正开创未来 让我来说 我来说 我去洗脚步 也就是把我们都给你 多余一点 可是我还可以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